乌克兰局势持续恶化,今天是俄乌战争开打的第四天,双方的战斗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,乌克兰首都基辅发生了大规模炮战,俄乌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,并且炮火已经殃及无辜平民。 然而,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闲事不够大,据相关报道称,美国英国为首的28的国家向乌克兰提供1200吨军事武器支援,并且已经陆陆续续抵达乌克兰境内,这无疑是加快了乌克兰局势的恶化。 当地时间26日,波兰国防部长布拉什扎克宣布,波兰批准将第一批军事武器援助乌克兰,包括60毫米迫击炮和弹药,以及标箱反坦克系统和格罗特突击步枪,并且已经抵达乌克兰境内。 紧接着,德国政府发言人斯特芬和贝斯特兰特宣布,德国决定向基辅提供1000个反坦克武器系统,以及500枚独次地对空导弹,这些武器将尽快交付给乌克兰。 而美国总统拜登也宣布,美国将提供6亿美元的军售武器援助乌克兰。 另一边,英国国防部称,在北约国家未向乌克兰派遣军事力量的情况下,英国皇家空军战机、海军潜艇、陆军部队已抵达东欧,即将完成部署,以应对乌克兰局势恶化。 加上北约其他国家援助的武器装备,攻击1200吨,已经陆续抵达乌克兰境内。 这下,压力又来到了俄罗斯这边,国际舆论几乎倒向俄罗斯,都在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。 俄罗斯要对付的不仅仅是乌克兰,而是美国和整个欧洲,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,敢明目张胆地援助乌克兰军事武器,难道就不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吗? 面对国际舆论和军事援助乌克兰的双重压力,战斗民族会妥协吗?下一步俄罗斯该如何应对?让我们拭目以待。 当地时间24日凌晨,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声令下,俄罗斯军队使用精确制导武器,摧毁乌克兰军队的军事基础设施、防空设施。 军用机场和航空部队,仅仅用了一个小时,乌克兰大部分军事力量就遭到毁灭性打击。 空军力量更是陷入瘫痪,随即,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。 一时之间,乌克兰境内萧嫣四季,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。 随着战斗的进行,乌克兰军队节节败退,部分军人更是放弃阵地,直接举白袭投降。 俄罗斯军队已经进攻到乌克兰首都基辅。 从双方的军事力量来看,乌克兰根本招架不住俄罗斯的猛烈攻击,只有挨打了份。 要说俄罗斯为何会突然对乌克兰发起进攻,这肯定是有根源的,近几年来。 乌克兰当局一直活跃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阵营下,美国方面一直想拉拢乌克兰当局加入北约,以达到制约俄罗斯的目的。 当然,俄罗斯方面肯定是不会同意的,这相当于把飞机大炮架在俄罗斯的家门口。 这也是普京总统为乌克兰当局和北约划下的红线。 普京总统曾经感叹道,要是乌克兰加入北约,那么北约的导弹四五分钟就能飞到莫斯科的上空,俄罗斯的安全已经受到严重的威胁。 可是乌克兰当局仗着由于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支持,对俄罗斯方面的警告全然不听。 我以为俄罗斯方面害怕北约阵营的强盗实力。 可开战后,乌克兰军队节节败退,总统泽连斯基请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出兵乌克兰。 但是都遭到拒绝,美国总统拜登更是直接放话,不会出兵乌克兰,欧洲各国也表示不会出兵。 现在的乌克兰当局已经走投乌路。 开战前,美国为首的北约口口声声向乌克兰当局保证,会保证乌克兰的安全。 可开战后,为何出而反而呢? 其实,是美国和欧洲各国都很忌惮俄罗斯强大的军事实力,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核武器,最先进的核潜艇,各种洲际弹道导弹,战略轰炸器等等,这些镇国神器连美国也自愧不如。 一旦美国为首的北约介入,就有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,这样的后果是任何国家都承担不起的。 所以西方各国都不敢轻举妄动,只能说乌克兰当局是自讨苦吃,拜登政府也只是做做样子,发布声明谴责俄罗斯的袭击。